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你回来吧 李医生 你怎么回来了 对呀 这么快就学习回来了 别说了啊 没事儿穿帮了 李医生 我们可全都是按照您的交代 跟韩阳姐说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赖你吗 这事儿啊 就怪我自己点儿背 别说了 喂 你们这些九零后 知不知道哪家餐厅 适合约会啊 就是 要特别浪漫的那种 特别浪漫 这事您又问我们吗 论玩浪漫 谁能浪得过您家那位啊 您直接让他选地 您出钱不就完了 就是 这样他还高兴呢 我不是跟他 我是 我 我 我是不是 不是原总吧 不是原总吧 别八卦啊 就是什么呢 那这个结婚纪念日了 那我就想你意思意思 李医生 你不会和原总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你就说你知不知道吧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地儿 前几天我闺蜜和他男友 去的一个情侣餐厅 听说格调超高 吃得也不错 而且这家餐厅啊 只招待情侣 你可以去哪儿 那可以啊 有电话吗 发我一个 行 等会儿我给你微信发过去 行 快点啊 这事可千万不能让韩文文知道 放心吧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正南 过 昨天还筹备不整 今天就冲锋满掉了 这就叫做人逢喜事精神说 怎么着 这拆钱款下来了 下还是没下来 但是零款通知单到了 这就等同于 钱基本到账 我真为你跟林依隆高兴 终于有盼头了 我也高兴 所以我一看见零款通知单 我就给你打电话 这过两天啊 我就赶紧跟老林去看我们的大房 必须高端社区豪华装修 姐可是收购那个小坡平房了 我上回跟你说 让你给我找那个高端设计师 你给我找了没有 别到时候耽误我们家装修啊 喂 有钱就是不一样啊 这说话感觉自己都抖起来了 讨厌 别吓我 你放心啊 我们这儿设计师有的事 设计方案有的事 只要你那房子一下来 立马开工 也是 你说工作上你雷厉风行 我不放心你放心谁 但是 我觉得你跟老林那复婚的事 得提上日常 抓紧赶紧办呀 要不省得我跟中原担心 你我也担心啊 我也怕这老林万一有了钱 变了心怎么办 可我还担心 你说这万一我们这婚妇急了 这邻居和同事会不会怀疑啊 你说哪有这拆迁款 刚一下里就付婚呢 这太明显了 那你要是听我的话 就先遭遭事呗 遭事啊 就说简单点吧 你跟玲珑当时在单位 是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一见面都掐 好 那所以现在咱不用这样了 可以相互的关心啊 表示一点小暧昧啊 这样让大家心里面觉得 你们两个人可能有 复婚的这种前提 如果到你们俩真正复婚的时候 别人也就不会说什么 也不会觉得唐突了 得先造起事了 是 还有一点 如果把这个事造起来的话 玲珑肯定没有耳心 玲珑都给你去付婚 她胆小对吧 到时候什么都不会说了 没错 先造事老连耗面子 别说啊 到底是你比我狡猾 我给你倒水去 干吗干吗干吗 你真骂我呢 还是夸我呢呀 这叫一箭双雕 夸你夸你夸你呢 真是的 来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看你们那样板间还真不错 有那么一两套是我的菜 你带我看看去 现在呀 走这儿 走这儿 三床的血和尿都咽了我 咽过了 这边吧 正常 对 六床呢 咽过了 老林 你看看你 领带都急歪了 早上又七晚吧 你干吗呀 我能干吗呀 我能干吗呀 我给你整个礼带呗 吃早饭了吗 那个 我 我 那你吃早饭了没有 没吃我给你买一点钱 吃 吃了 那个 火会是什么的 吃了我都放心了 我走了啊 住个一块儿吃饭 林医生 那个 说 说到哪儿了 说到这个六床 六床那个 说好住我们一块儿吃饭呢 你怎么不等我呀 你别在这儿排着了 小张在前面打饭呢 我给你打了 你快去站坐 不用了吧 你看别磨叽 快去 行了快去吧林医生 姑姑是让他们心疼你 快去啊 郭姐 试试 帮我也打一份啊 去去去 去逛我们家老林 我去 姑姐 快点了 该怎么的 您啊 给我多加小半盏红椒肉了 我们家老林 这上午看了六十多个号 累屁了呢 多加点肉 得跟大伙赶着婆婆婆 怎么着 就给你们家老林打饭来了 那是 我不给他打是谁打的 去吧 饿坏了吧 快吃吧 我特意让老孙 加了半勺红勺肉呢 月儿 你啊 就在这儿等着你同事吧 我呢 去跟小张他们吃饭了 嘀嘀咕嘀的 议论什么呢 那个 护士长 您跟林医生什么情况 对啊 怎么突然对他那么好 不会真很好了吧 这不离婚不知道 你离婚 发现我们俩老人还是不错的 我说什么来着 这电器呀是原装的好 那这夫妻呢 肯定是原配的好啊 说得特别对 你说我们俩老夫老妻的 那有什么神仇大恨 细想想吧 都是鸡毛损皮的事 算了 原谅了吧 真的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是你啊 董事长 这叫什么呀 这叫破镜重圆 恭喜了 多小点谁啊 我这八字 刚好你皮儿 好的 吃吧吃吧 出手去吧 老林 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其实心情不错呀 看看手机也还笑眯眯的 是不是又跟你小伙通信哪 没有没有 老林还不好意思呢 脸都红了 有事 这里边啊一定有事 老林 怎么有什么事啊 老林 你跟郭月最近什么情况啊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有点 重燃爱火的节奏啊 你是不是跟他要复婚啊 谁告诉你说他要复婚啊 老林 老林 这可就是你不厚道了 你说咱们都一个可使的 你跟我们俩还藏着掖着的 就是 你俩要是不复婚 在大庭广众之下 秀什么恩爱 老林 你说你们这感情混淡的速度 也真够快的呀 你说你们俩才刚离婚几天呀 这昨儿见面还死掐呢 今儿又有恩爱上了 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跟小波是不是假离婚啊 我可听说 你家那会拆迁款快下来了 你这开玩笑得有个度啊 什么叫我们是假离婚啊 还真生气了 我还就那么随口一说 你当什么真呀 就是了 你别生气 我们都是为你好 看你跟小波在一起挺高兴的 别生气嘛 没错 你说当初 你跟小波让你离婚 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如果你们俩真能复婚啊 哥们儿我 祝福你 谢谢 谢谢啊 我要有什么喜事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嘞 那我们先走了啊 明日见 拜拜 你确定不是做那两头吗 除非你想喊着说话 费心了 你怎么找到这个地儿里啊 只要有心 什么样的地儿都能找得着 又费心了 买了 买了 所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都记在心里 买了 真是太费心了 不过其实你真没必要这样 袁爱君这段时间 刷了你那么多钱 收 喜欢就好 来 老婆 你想干什么 没 我就正对饭叫一下你 逗你呢 叫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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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费心 能有今天 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 以前吧 对着日子没什么感觉 通过今天这么正式的一过 你别说还真有些触怀呀 是不是一种 独自提着行李 站在月台上的感觉 油然而生 你说那是伤感吧 不是一回事吗 李仲元 你说我在你心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 不好说 那如果非得让你用一个词来行动呢 课程表吧 课吧呢 不可违抗 那你也没少违抗啊 若被你开除了 行 现在你找到一个更合适的 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合不合适的 只有愿不愿意 只要愿意 怎么着都行 那些个什么天造地数呀 海枯石烂哪 传说罢了 你不会一次婚姻的失败 就导致你对婚姻的不期待吧 没有 我不认为我们是一次失败的婚姻 我更愿意理解为 一顿不得不散的宴席 这是你对婚姻的感悟 我的感悟啊 我觉得婚姻 是一次长跑比赛 对 拼的是忍耐力 不忍半途而起 没有耐力 跑不到最后 那你不想拿第一吗 拿了第一又怎样呢 你在途中甩掉所有的对手 最后独自面对胜利的终点线 你就赢得全世界了 可是你要是不想拿第一的话 你当初干吗等在起跑线上呀 我当初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我要跑什么项目 我要跑多远呢 那不是我爸开的法力枪吗 所以啊 那就更得有计划 是我以前是有一点较真 我对你的要求呢也是有点高 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婚姻呀 我认为任何事情的成功 那都归于严丝合缝的计划 婚姻也是一样的 我不想跟你争什么高低 我只是希望在我们的婚姻里 不要出现不必要的失误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交给你的安排 那你就能保证 我们俩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保证不了 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失误 你的意思是这是一次失误 难道这是一场误会 妈 我们回来了 你爸有点不舒服 在屋里躺着呢 怎么突然这样了 就是啊 今天白天还好好的 一直还挺高兴的 晚上喝了两口就不舒服了 你爸挺着急的 脸色都变了 你赶紧进屋看看吧 嗯 那我爸吃过药了吗 吃了 刚给他吃药 那我感觉挺严重的 刚才啊 说胸有点闷 但是吃点药现在好多了 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就可以出院 等专家会诊结束以后 就能得到确切消息了 你说 吃着风雨一辈子老到老了 身体不饶人 看他这样我心里就难受 别太担心了 好人一生平安吧 来 慢点 没事吧 好人一生平安吧 到了医院你就别担心了 一龙 王主任 你好 这是我岳父 我岳母 那是我爸 我妈 主任 给你添麻烦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是我的战友 也是我的亲家 听你大夫和那钟眼说过 你们是战场上的生死兄弟 是 王主任哪 我亲家的病 就拜托你了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您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样吧 先安排元老住下 一会儿呢做个全面检查 好好好 走 跟我走 行行行 那我去办理对手去说 好 好了 去吧 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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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好 刚刚不好 来 快躺一会儿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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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英子 都检查完了 都检查完了 一会儿中原啊 具体结果 太好了 来 来 我的一有病啊 把你们两口子忙的 真是让我不好意思啊 是啊 你看 岳梅 你看你帮我把病床 都收拾好了 谢谢啊 你们俩这怎么了这是 一家人还说两家话呀 一家人 就是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高低怎么样 高低 来 我看看 这个能咬的 这个能咬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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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可以吧 行了 还行 行了 行了 这样可以吧 喝吧 好 喝吧 我给你做点水 你岳父这个手术 难度很大 你心理压力也不要那么大 要鼓励病人 我们会尽力的 余下的 就看老爷子的配合了 好了 别想那么多 来 我知道 周周人 您刚才跟我说这话 先别告诉我岳母 还有我老婆 好 放心吧 你说的都是真的 人周周人就说 可能会有危险 也不是绝对 你说这病怎么不可让让我得呢 我这样可以替老袁 你说 您别这么说 医生们总是先把这个后果 说得严重一点 是不是 虽然是让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周周人也说 这手术的成功率挺高的 您看 盛南他爸 医治力那么强 这一关肯定能挺过去的 没问题 但愿吧 周远哪 这老袁是咱家的救命恩人 咱们怎么也得把他病治好了 不管怎么样 你跟医院好好说一说 一定要请一个最好的大夫 您放心 我们现在找着这个主导医生 那儿在全北京 能排得上名号的 还有就是 您说周主任跟我说那些话 跟不跟盛南那么说呀 得让他们家人知道啊 但是 别跟你岳母说 这个混淆的爱君呢 也指望不上他 我看只能 跟盛南说了 你觉得呢 那行 行 妈 周远来了 来来来 爸 感觉后点了 还怕 我给你们送点饭过来 真是的 又让你妈妈忙活 真的真不好意思 是啊 不是说不用送了吗 这儿的饭挺好的 再好吃 赶不上自己人做的精细啊 是不是 再说您这手术前 其实这个营养很重要 还得清单 家里的饭是好 可是让你一烫一烫地来回跑 多浪费时间啊 没事一脚油的是 是 老爷 吃吃吧 给你吃吧 钟月 你吃饭了没有啊 我吃过 我吃过 是吧 您歇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不用我就是给你们送饭的 我一会儿就走了 爸 你来了 我来给 给爸妈送饭 好 爸爸 来 怎么样 今天好点没有 挺好的 还行 盛南 你吃饭了没有啊 我在公司吃过了 你们吃吧 行 你们吃吃吃吧 我跟盛南去溜达溜达 你们吃 你们吃 好 看这儿 来来来 你撑着吃吧 其实 你跟我说的这些 我之前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但是当我真的知道了之后 还是有点害怕 我怕我爸扛不过去 不会的 不会的 别 别瞎想 我们这不都在了吗 我们都会尽力 把爸这个病给治好的 谢谢你啊 钟月 我爸的病没少麻烦你 你这个时候就别跟我客气了 虽然咱俩已经不是夫妻了 但是你爸依旧是我爸 是吧 其实在我心里 你爸的位置 比我们家老爷的位置还重要 谁啊 请进 谢谢母啊 是月梅啊 月梅 来 快点进 你怎么来了 那什么 老李不放心 怕你照顾老爷呢 太累了 让我过来替换你 不用 钟月他们请了护工 我不用干什么累活的 晚上我还能在这儿 置个床睡一会儿 一点都不累 不用换 就是啊 清剑母 你要是在这儿啊 我反倒睡不着了 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快回去吧 月梅啊 你怎么了 我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没什么 可能这两天累着了 那 那 那赶紧歇会儿 你坐下 好 月梅 歇会儿 赶快给清剑母倒点水 好好好 不用了 不用了 英子 别忙我了 你够累的了 没事的 喝口水 韩小姐 李医生她不在 不在 是不是又出差了 不是 韩小姐 上次的事真是对不住啊 不过李医生她今天真的是不在 我信你才怪 两个小骗子 还记得你昨天推荐给李医生 那个情侣餐厅的电话吗 我和我男朋友今天晚上也去 我说你急什么没嘛 你忘了 就是李医生带盛楠姐去的那家 情侣餐厅啊 你说什么 韩小姐来了 你说昨天李中元带袁盛楠去 情侣餐厅了 昨儿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当然要去庆祝一下吧 妙妙 李中元 你太过分了 让你再嚣张 这下傻眼了吧 你干吗呀你 你怎么能把李医生和盛楠姐去情侣餐厅的事给说漏了呢 你忘了李医生怎么舒服你的 我没忘 我就是看过他那咄咄逼人的样 骂谁是小骗子 长得这么大还没得这么舒服我 你呀你呀 这回把李医生害惨了 妈 你坐下 你过来 我爸呢 他出去了 六 六二去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今天在医院里 你跟盛楠都说什么了 什么叫不管你们俩还是不是夫妻 你都会把盛楠他爸当亲爹一样对待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 你怎么还偷听人说话呢 谁偷听了 我刚到医院就碰到你们俩了 你先别打岔 你老实跟我说 你和盛楠到底怎么样了 你俩不是要离婚吧 离什么婚呢 昨儿刚在情侣餐厅过完那个结婚经验日 那 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我这话就是让他坚定信念啊 他爸这个事我们一定会管到底的 所以说不管我们俩还是不是夫妻 我这话说得没错 你这不是废话吗 是啊 我现在想来这可不一句废话吗 我就多一说 这不让您还误会了吗 儿子 你说你小时候有什么心里话都跟妈说 都跟妈商量 你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跟妈说了呢 你是不是怕你爸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儿子 你不用怕 有妈在了 你 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就跟妈说呗 妈陪你一起面对 你说你 谁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我跟盛楠好着呢 我跟你说还别结伴生枝啊 我爸那人天生敏感你还不知道 不是 他事了 我回家说说说 不是 没事好着呢 你看 你 怎么 李医生 您还好吧 我没事啊 怎么了 您昨儿晚上没遭到家暴吧 家暴 为什么要家暴啊 我昨儿一着急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你犯什么错误了 昨儿韩小姐来找您来着 然后呢 然后她因为我们给您打埋伏那事 骂我们是骗子 我一时生气 就把您和袁总去情侣餐厅的事 给说漏了 你把这事给说漏了 对不起啊 李医生 我也是生韩小姐的气 你不知道她每次来那指手画脚那样 都不顾我和小爷的阻拦 直接冲您的办公室 昨儿还骂人 我一时气不顾 都怪我大嘴巴 您罚我吧 我甘愿受罚 妈呀 你这是要整死我呀 这是 李中原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得 这回她要过鱼似网莫了 好啊 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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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电话你 好啊 坏了 惨了 惨了 您好 阿姨 这不是小韩姑娘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等您 等我 你有什么事吗 阿姨 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 我帮你拿着 我们去那边坐下 我慢慢跟你说行吗 好吧 来 你在哪儿呢 我跟你妈在小区花园呢 我妈呢 回家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 不是我跟她说什么 是她一直问我来着 她 她问你什么了 她问我 你跟袁世南到底怎么回事 还问我跟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了 仲原 我不是个会撒谎的人 我觉得骗人不好 尤其骗老人更不好 我们应该诚实 否则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你懂个屁 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反正我已经说了 我觉得我没做错 再说了又不是我主动跟她说的 是她一直问我 我也没办法 你怎么回事 妈 我爸呢 他出去了 你说 你说你和盛南的主意 怎么就那么大呀 妈 我对不起你啊 我对不起你啊 你最对不起的 是你爸 你知道你爸 多在乎你和盛南的这段婚姻吗 妈 我求你 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这事了 不告诉你爸 你要瞒到什么时候试探我 你也知道 离了婚左右瞒着 那何必要离婚呢 我跟盛南 的确是不合适 你的性格差得太远了 不合适 众元 你真的和盛南过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韩文文 妈 这你得相信我 绝对不是因为韩文文 盛南脾气我知道 这闹起来也是够你呛 众元 孙楠 你要是真的和盛楠過不下去了 我可以幫你 跟你爸爸求求情 他雖說老嚷嚷著要崩了你 可虎毒不食子 不吃 我現在等不怕我爸吃了 我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我那老丈人 你看 你這不心裏還是有盛楠的嗎 不是 離都離了 這是兩碼事 鍾元呢 你應該早點跟媽說 出了這麼大的事 連個商量人都沒有 你說你不相信別人 還不相信老媽嗎 鍾元 我 我看那個文文的姑娘 挺細膩的 論體貼 她應該比盛楠好 盛楠的脾氣大 也是有限不適合你 這適不適合都另說了 我現在 就覺得眼下最重要的是 讓我那老丈人 就順利地把手術給做 您說我這自打跟盛楠 談戀愛以來 他爸一直拿我當親兒子對待 這節骨眼上 要讓他知道這事 我真是怕他承受不住 我懂 你放心 這事我一定幫你瞞著 你這寫的都是什麼玩意兒啊 這不是你要的故事嗎 我要的故事在哪兒呢 我要的商業元素情節橋段在哪兒呢 你這全都是感覺啊 哪有情節啊 連個情節都沒有的劇本 你讓我怎麼拍拍什麼 你看完怎麼會是這種感覺啊 不是我感覺 是你的本子本來就這樣 你要這麼認為的話 那我只能認為 你大概不懂電影吧 這電影和電視劇是不一樣的 意境是電影的最高境界 我們要帶給觀眾的 是無限的想像力啊 無限的想像力 也不能凌駕於故事之上啊 故事是最不重要的 你怎麼連這一點都不懂啊 咱倆到底誰不懂啊 想玩藝術是吧 想玩感覺是吧 你去搞行為藝術啊 還寫什麼本子啊 你少拿行為藝術來污衊我的作品 我的作品比行為藝術高上一千倍 你的水平也太讓我傷心了緣分 來 我給你把圍巾摘下 來 我給你躺下 你怎麼了 你這氣鼓鼓的樣子 是跟誰在生氣呢 還能有誰呀 是艾君啊 艾君又怎麼了 他這兩天又沒過來招你 就是他不來我才生氣呢 你說我都病成這個樣子了 他來看都不來看我一眼 有這樣的嗎 行了啊 沒事的 好了 來 喝點水 消耗氣 行了 別生氣了 我告訴你緣分 你今天必須跟我道歉 你這寫的就是一垃圾 你沒資格這麼說 誰呀 艾君啊 我的媽 艾君啊 媽啊 您怎麼來了呀 我來看看你啊 你看看你 怎麼那麼亂呢 阿姨來了 您好 姑娘 您也在啊 你們這是 我們忙著看劇本呢 媽 你找我啥事啊 找你什麼事 你還有心美心啊 你爸都住院了 你也不過去看看他 我這不寻思著 我爸剛住院嘛 肯定有一大堆檢查要做 我就想著明天再過去 今天正好劇本的一稿出來了 我們忙著看劇本呢 顏導 阿姨 你們有家裡的事要聊 要不我先撤吧 再待一會兒吧 不送啊 那我先走了 阿姨您坐這兒慢慢聊 美鳳你看看 怎麼那麼亂呢你這人 你看看 我不會的 快走 猝傅 你怎麼看 你看看 这是 我跟你说 你先救我说 你先救我说 你说你说 我几天又见我未来婆婆了 紧张死我了 没想到啊 那个见未来婆婆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紧张之余呢 还有一点点甜蜜 有那么夸张吗 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婆婆 准婆婆 什么准婆婆呀 今天我跟李中元她妈见面了 你们不是早就见过吗 那不一样 今天我是以李中元女朋友的身份正式见她 而且她妈也已经知道 李中元和袁盛乃离婚的事了 你说的 那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她一直问我 我就不小心说漏嘴子呗 是不小心吗 我看你那样可想是故意的 才不是呢 那纸包不住火还用得着我不小心吗 其实她妈早就怀疑了 其实我才不关心你到底怎么说的呢 这李中元和袁盛乃离婚 跟我又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种俗事我才落得打击 是啊 但是我们的事都俗 你自己的事就超凡特俗了 说真的 我到现在我这心情还很难平复呢 你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啊 这按理说我不应该啊 是他们原家高攀我的 应该是我未来婆婆紧张才对啊 我未来婆婆肯定紧张来着 只不过没让我看出来 服务员我要杯咖啡 你别让我说你啊 你赶紧去看看你爸爸去 我知道了 收拾好就过去 这些脏衣服 我都给你扔在洗衣机里了啊 妈您别给我收拾 回头有些东西该找不着了我 你看看你乱的啊 那么脏 姐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 敲门我怕你跑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 是你刷信用卡的钱 麻烈赶紧拿着把钱还了 然后把卡还给李仲元 我干嘛还给他呀 那是李仲元资源给我办的 我俩商量好的事 你干嘛老中间插一杠子呀 我姐夫都没说什么 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姐夫了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四个花人家的钱